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下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 能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在一起 学习 这个印光大师文朝精华录 向大家 有机会向大家汇报自己 学习的一些 点滴体会 有讲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提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呢 学习印光大师文朝精华录当中的 就是第三部分 试修持方法当中的 一段重要的开示 那么我呢 把这个开示呢 一句一句给大家念 然后呢 试试呢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看看 印光老和尚呢 对我们的重要开示 是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呢 通过这次学习呢 能够提高念佛的功力 那个下面 下面我就给大家 一句一句的 一句一句的读 这封信呢 是 印光老和尚呢 写给 叶福贝先生的 一封回信 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在六道中 无业不造 这个就是很清楚了 若无心修行 反不觉得 有此种 稀奇古怪之恶念 那么 这个意思是说呀 可能叶福贝先生呢 给他在写信 请教的过程当中啊 说了 有些在念佛的时候 出现的一些 稀奇古怪的 妄念 怪的念头 或者恶的念头 具体这些恶念是什么呢 我们从这个 文朝当中啊 好像是看不出来 但是呢 印光大师呢 就叶福贝先生这封信 写的这封回信 看来呢 这个叶福贝先生在信中 提出这些恶念呢 稀奇古怪的恶念 印光大师加以解释 他说 若无心修行 反不觉得 有此种 稀奇古怪之恶念 我们修净土的人 可能会有这种体会 不念佛的时候吧 觉得好像自己 没有念头 觉得自己的心 挺清静 更谈不上有恶念 但是有些时候 一一念佛的时候 反而会觉得 这个 会有各种各样的 杂念 妄念 甚至恶念 非常丑陋的 非常肮脏的念头 都会冒出来 都会显现出来 叶福贝先生 也有此种问题 那么印光大师 接下来继续说 若发心修行 如果你要发心修行了 这个修净土法门了 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则此种念头 更加多些 这样的时候 像这样的 稀奇古怪的恶念 你要发心修行的时候 那就更加多些 就会增加 就会多一些 那么 这个 印光大师接着说 此戏 这个是因为 这个是 戏就是戏的意思 这是呢 此戏真望相形而显 这是原因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啊 真和望 阿弥陀佛是真 你出的稀奇古怪的 这个恶念呢 是望 这种真望 是相互比较 而显现出来的 相形而显 相互比较 而显现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真 这个望是显不出来的 这个 因为有了这个真 所以这个望呢 相对于这个真来讲呢 就非常明显了 相当于 你原来没有 没有白的时候 你看不到这个黑有多黑 出现了一个白的颜色 在黑的旁边 你就看这个黑的 就更黑了 这是一种反差 造成的 此戏真望相形而显 非从前无有 并不是以前 你没有恶念 并不是以前 没有恶念 但不显而 只是因为啊 只是因为 它没有显现出来 此时 在这个时候 此时 当想阿弥陀佛 在我面前 这个时候就想着 阿弥陀佛 在我们的面前 不敢有一杂念 妄想 你不敢 有一个杂念 妄想 你就想着阿弥陀佛 在我面前 我面对佛天 这个 我怎么能够 有杂念 怎么能够 这个 这个心不专注呢 不敢有一杂念妄想 至诚恳切 念佛圣号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 至诚恳切 念佛圣号 这边又是小字 或小声念 或默念 这个 怎么念佛的圣号呢 或小声念 或默念 老人家继续开始说 必须字字句句 心里念的清清楚楚 口里念的清清楚楚 耳朵听的清清楚楚 这个 我们前一段 曾经跟大家一块 共同学习过 所谓的 《阴光老和尚的十念法》 也是 这个老人家提出了 三个清清楚楚 就是说 心里念的清清楚楚 口里念的清清楚楚 耳朵听的清清楚楚 这三个清清楚楚 这个我们纵观 这个《阴光大师》文超当中 关于这三个清楚 老人家是连篇累读 这个 不厌其烦的 一而再 再而三的提醒我们 要做到三个清清楚楚 我们学佛已经有些同修 都知道 我们这颗心 它有真如的一面 有生灭的一面 那么我们这颗心呢 在生灭这个范围里边 我们可以讨论阿雷耶石 这个阿雷耶石呢 是藏石 藏所有的种子 那么这个阿雷耶石呢 是生灭与不生灭和合 不生不灭的 就是我们的如来藏 它是不生不灭 叫真如如来藏 那么生灭呢 就是在如来藏上面 由于无名这颗风 吹动如来藏这个水 产生了我们所谓的前七石 第七石 莫纳 第六一石 以及前五石 这七石呢 就相当于水上所产生的波 这个七石呢 是能熏 如来藏呢 是索熏 这个七石呢 通过六根把这些种子吸收起来 存到阿雷耶石里边 阿雷耶石也叫如来藏石 也叫第八如来藏 就是这个意思 相当于水 水上的波是能熏 如来藏是被熏的对象 那么我们的六根当中呢 眼耳鼻舌身意 这当中呢 如果做到了三个清清楚楚 就相当于用三个根作为渠道 把阿弥陀佛这颗种子 种到了阿雷耶石里边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心里念的清清楚楚 这是我们的第六石 叫意识 那么口里念的清清楚楚 这是我们的嘴根 耳朵听的清清楚楚 这是我们的耳根 都射六根当中的三根 就已经都射住了 而且这三根 是三个渠道 直通阿雷耶石 念一句阿弥陀佛 三个根同时 这个在起作用 所以呢 一二三三二一 效率非常高 充分利用了这句名号 射住我们的六根 通过六根 注入到阿雷耶石里边 那么 这个阿雷耶石里边呢 五种不藏 这个我们所有六根 所接触的外边的环境 无论善恶和无忌 都存在阿雷耶石里边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说 阿雷耶石呢 就是我们众生的叫 叶石心 通过造叶 所产生的这些种子 然后呢 把它存到阿雷耶石里头 叫叶石心的基础 叶石心 那么这个叶石心 如果我们都知道 我们 通过我们这么几年 学佛吧 大家都有个基本常识 这个叶石心呢 是叫种子石 也叫种子石 它有十个名字 这个种子石呢 是藏了很多种子 那么 如果 恶的种子多 比如说百分比吧 大部分都是恶的种子 那么这种子的玉境 逢源 它就可能出现现形 这样的话呢 就在你的眼前 呈现出就是恶的环境 不善的环境 是吧 不干净的环境 如果你阿雷耶石里边的 善的种子多 善的种子多 那么 这个百分比高 它出现了善的近 近况 善的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的比例 概率就高 所以呢 我们要不断的 往阿雷耶石里边 注入善的种子 今天师父 早晨在讲经的时候说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老人家 在这个讲经的时候 用了会书当中的一句话 就说 因为它是 阿弥陀佛 这个佛种姓 种在我们的阿雷耶石里边 那么阿雷耶石呢 阿弥陀佛的这个 金刚不坏种越多 那出现阿弥陀佛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阿雷耶石 全用阿弥陀佛这个种子清洗干净 只有阿弥陀佛的种子 而没有任何其他的种子了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 因为你看到的是阿弥陀佛 你见到的是阿弥陀佛 你想的是阿弥陀佛 你听的是阿弥陀佛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名号功德之所以不可思议 其原因在于 名号注入在阿弥陀佛里面 他的比例越高 出现阿弥陀佛的可能性就越大 什么时候里边除了阿弥陀佛的种子 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种子 那当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你的正报 你本人就变成阿弥陀佛 你所居住的环境 一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道理呢 是有坚强的理论基础的 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绝不是说说而已 也绝不是说让你高兴 也绝不是是一个说法 它是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的一个必然的 延伸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么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 在念佛的时候 尽量多用我们的六根 用佛号来射住我们的六根 让我们的六根最大限度的 把我们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注入在阿雷耶市里面 这是聪明人 效率高 稳当 快捷 迅速 方便 大家不能疏忽这个事情 那么 印光老和尚呢 说要做三个清清楚楚 他把人家继续说 能如此常念 如果你能够这样的 一直念下去 则一切杂念自然消灭 为什么呢 因为阿雷耶市里面没有别的杂念 你老这么念 老这么念 你的六根 不往阿雷耶市里面送那些杂念的种子 不送恶念的种子 你想天天往里边灌这个阿弥陀佛的种子 久而久之可不是就没有杂念了吗 啊 啊 所以呢 能如此常念 则一切杂念 自然消灭疑 啊 自然而然就消灭 你不用想 我怎么能够把妄念去掉 啊 我怎么还有这么多妄念 啊 不要为他着急 啊 你能够这样的念下去 啊 这老和尚里边说的很清楚 你能这样念下去 他自然杂念就没 啊 所以我们老觉得自己就杂念 啊 大家有些时候很很着急 很急切 希望杂念少 希望自己的正念多 嗯 那怎么办呢 那没别的办法 杂念怎么来的 杂念在阿雷耶市里面产生的 啊 起了现行 啊 就变成你的杂念 那么我们怎么让杂念没有 就用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把杂念换掉 啊 那么这个里边 下边 阴光大师这段重要 开始 下边这段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啊 当杂念起时 啊 当杂念升起来的时候 啊 格外提起全副精神念佛 啊 不许他在我心里作怪 啊 这句话到此为 到此结束 我再念一遍 当杂念起时 格外提起 全副精神 念佛 啊 不许他 这个他只杂念 在我的心里作怪 为什么当杂念起的时候 我们要念佛呢 啊 这个里边呢 这个道理呢 是 是这么一个道理 啊 当杂念起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阿雷耶市里边的 杂念的种子 起现行了 啊 所以我们啊 第六诗出现了杂念 啊 那么我们第六诗出现杂念的时候呢 这个种子呢 就是我们说 就是发芽 啊 成长 开花 结果 啊 就是杂念 这颗种子 从种子状态到现行的一个过程 现行了 这个种子就没用了 就爆掉了 但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杂念一出 就提醒我们 杂念爆掉了 同时把这杂念再换成阿弥陀佛 再种回到阿利耶市里边 啊 杂念不起 我们想不起念佛 杂念一起 我们马上用阿弥陀佛给他替换下来 这是一举两得 为什么说一举两得呢 杂念一起 说明杂念从种子状态 进入到了现行状态 就爆掉了 啊 这个杂念就没用了 就和种子发芽 开花结果之后 这种子就不再是种子状态 但这个时候最怕的是 这个杂念起来了 正式提醒我们往里边种好种子 阿弥陀佛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不种 啊 那么反而不仅不种 有些同修 啊 像我们这些 像有些朋友 这样的 就是他不仅不种 反而纠缠杂念 啊 贪嗔痴这个杂念起来了 啊 他随顺这个贪嗔痴的习气 又在贪嗔痴起现行的时候 不仅不把贪嗔痴 用阿弥陀佛换掉 他反而又往里边种贪 种嗔 种痴 啊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啊 你又往里边借着贪 你又种贪 借着嗔 你又又种嗔 借着鱼吃 你又种鱼吃 啊 所以呢 阿里耶诗里头呢 这个妄念的种子 杂念的种子 永远去除不掉 啊 不仅去除不掉 而且越来越多 啊 越来越多 所以呢 当杂念起的时候呢 他就格外特别 啊 就格外就是意思 就是说特别要提起 全副精神 告诫自己 这个时候不能再往里边 种杂念 啊 不能再往里边种贪嗔痴 这些恶念 啊 不能不能再往里边 干嘛呢 往里边要提起精神念佛 啊 就是要做到 啊 心里念的清清楚楚 啊 耳朵听的清清楚楚 嘴里念的清清楚楚 啊 这是格外精神 啊 提起全副精神的念佛 不许他在我心里作怪 啊 就不能让我这颗心 被妄念控制 啊 由妄念来做主 那么 英光大师接着说 果能如此常念 你真的能够这样啊 啊 坚持不懈的念 这个常不是时常 啊 不是经常 一直 啊 果能如此常念 啊 则异地自然清净 啊 异地自然清净 异地我想 这个地方就是指的 我们阿里耶诗 啊 这个自然 慢慢慢慢 啊 就清净了 啊 因为它没有种子了 啊 呃 杂念的种子越来越少 啊 出现杂念的种子的现形 种子 杂念种子变成现形的机会 和可能性 也越来越少 啊 则异地自然清净 啊 所以这个英光大师说 不欺然而然 你没有想到它清净 啊 就是因为杂念起来了 啊 我不能把杂念 我用杂念要换成阿弥陀佛 这个善念啊 给它种回到阿里耶诗里边 种回到我的异地里边 啊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啊 杂念不起 我想不起念佛 杂念一起提起 全副精神 啊 往里念念阿弥陀佛 那么 自然清净 你没有想到要清净它 自然就清净了 当杂念初起时 啊 当杂念刚刚升起的时候 你比如贪 啊 这个 比如称 比如吃 这些杂念 啊 初起的时候 如一人与外人敌 就如同你一个人 与一万个敌人 在打仗一样 你看 英国大师在这 啊 就是 你的 是一个人 当杂念起来的时候 你要设想 我是在跟一万个敌人 在打仗 啊 如一人与万人敌 在对抗 啊 你想你一万个人 打你一个人 你能不紧张吗 啊 你能不小心吗 啊 敌人比你重 比你多 啊 你呢 要提起精神 不可稍有宽重之心 你可千万别有 啊 宽重之心 放松 啊 这个 不经意 掉以轻心 啊 不能有宽重之心 啊 可千万不能放松 啊 可千万不能不 不不不不警觉 啊 不可稍有 不可以有一点点的 宽重之心 否则 彼做我主 要不然的话呀 这个妄念就做了我的主了 啊 我就被妄念控制住了 是吧 我受彼害 那么我就受到妄念的损害了 呃 所以讲到这儿呢 这个 我们要 这个 要说 我们念佛的同修 啊 对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个 呃 对西方极乐世界 啊 有信 有愿 啊 有信有愿 愿意去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当杂念出现的时候 啊 啊 他不用佛号来对质 啊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啊 他不用佛号来对质 不用佛号把杂念提下来 而是呢 认着妄念 由他而去 啊 就是 英光大师在这说的 宽众之心 啊 纵容他 啊 啊 这个 这个宽待他 啊 对他不加以严格的对质 那么一般呢 呃 都是这个 呃 比如说杂念起来了 第一个呢 放任他 啊 由着他 呃 这个 做我的主 啊 牵着我们的鼻子 啊 呃 给我们拽到这儿 给我们拽到那儿 那么 还有呢 呃 这个 这个不高兴了 比如说啊 这个这个 称恨心起来了 称恨的杂念出来 他呢 呃 换换环境 那可能是 出去给朋友打个电话 啊 把这个称恨心展示 用另外一组妄念 把它替换下来 啊 把恶念用杂念来替换 啊 有些时候呢 贪心起来了 啊 可能去出去买买菜 啊 把这个贪心呢 呃 用另外一 用另外的 用另外的杂念 给他 呃 替换下来 这就是对妄念的宽纵 啊 这就是对恶念的放纵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啊 英国大师的开示 非常清楚啊 当杂念起时 格外提起全副精神 念佛 当杂念起来的时候 要提起全副精神 干嘛 不是买菜 不是洗澡 不是给朋友打电话 应该提起全副精神的念佛 我就要用佛号 压住这个杂念 我看看我这个佛号 有没有这个力量 把这个杂念换下来 啊 刚开始可能是很难 啊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 可能 这个杂念 呃 特别是自己特别在意的 这些情直啊 傲慢啊 啊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这种 你像我们 呃 在六道里 无业不造啊 无始劫来 就轮回生死 那么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习气和杂念 那么这些东西 出现的时候 正是我们用佛号的时候 而往往这个时候 我们不用佛号 不用佛号 实际上就是用杂念 啊 那么 以望取望 以望待望 啊 以望换望 啊 阿里耶士里头从来 就没有阿弥陀佛这个干净的种子 啊 种进去 啊 杂念丛生 啊 就像 就像野草一样 啊 蔓延滋长 啊 所以呢 呃 这就是不会念佛 不知道什么时候念佛 不知道该怎么念佛 啊 所以当杂念起时 这句话很重要 杂念不起的时候 你可以不念 啊 当杂念起的时候 反而格拜就特别的 因为什么时候念佛 就在杂念起的时候要念佛 啊 特别要在这个时候念佛 啊 这个时候念佛的效率最高 坏种子 杂念种子爆掉了 啊 把这杂念的种子爆掉完了以后 同时这杂念种子有积极的作用 啊 非常感恩杂念 提醒我们这个时候要种好种子 那个 你这不是转烦恼为菩提了吗 啊 杂念是烦恼 然后这时候提醒我们 啊 往里边种阿弥陀佛的种子 啊 种菩提的种子 那么这个杂念 就就是是不是 就等于是指路明灯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信号 告诉我们应该好好念佛 啊 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念佛 杂念起的时候念佛 杂念起十分钟 你就念十分钟佛 杂念起一个小时 你就念一个小时佛 一定要用佛号 最后把杂念彻底平息掉 第一 你把杂念换成了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种在阿里耶尸里头 啊 杂念多不怕 杂念多 所有阿弥陀佛的念头才多 因为杂念一起 我就念阿弥陀佛 第二 你对名号的力量产生了信心 我们大家不相信佛号有力量 我们因为什么不相信呢 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用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 来把杂念去掉过 来战胜过杂念 没有过 从来没有用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战胜过杂念 你怎么能够提起来 对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信心呢 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感冒冲击 你怎么能够对这个感冒冲击的效果产生信心呢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试着坚持着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来战胜妄念 来取代妄念 来消灭杂念 要提起全副精神 这是一个念佛人的态度 这是念佛人的生活 这里边 如果你修净土 如果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出现杂念 你不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来取代它 来压制它 来消灭它 那您不是念佛人 那我们不是念佛人 我们不是念佛人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杂念起的时候是好事 提醒我们要念佛 把佛号中到阿里耶诗里面 而且要全副精神 就是一点都不能含糊 你平常在念佛堂念佛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杂念 因为他没有欲净逢源 杂念没有起现行 你念佛 你是不是全副精神 姑且不论 但是 你从念佛堂一出来 一到生活 工作 学习当中 杂念一出来 就要用全副精神来念佛 不许他在我心里作怪 目的就是不能让他作怪 果能如此常念 则异地自然清净 你要真的能够照这种方法去念 异地里自然就清净 你不要老埋怨自己妄念多 妄念多的去不掉 妄念纠缠你很累 你为此很懊恼很沮丧 你不要 你有这个想法又是妄念 用妄念来代替妄念 因为妄念而产生另外一组妄念 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 应该立刻就用阿弥陀佛把这个杂念换掉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呢 经常会有烦恼起现性 你比如说发脾气 作为老板 这是经常的事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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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了好吃的贪心 你比如说这个遇到便宜要占 这都是杂念 那个杂念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就容易什么呢 就容易想呀 我怎么又有妄念了 我怎么又贪心了 我怎么又发脾气了 我怎么又对这个员工不好了 我怎么对妈妈的态度又粗暴了 我怎么这个又懈怠了 或者呢这个等等等等 你与其想这个呀 你不如把想的这个时间 来念阿弥陀佛 不要理会他了 妄念产生了就不要理会他 干嘛呢 按着印光大师说的 提起全副精神来念佛 不要追悔 不要后悔 不要自责 不要琢磨他 不要想他 什么都甭想 干嘛呢 念佛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一句佛号可以消八万大劫生死大罪 你相信不相信 你要相信那最聪明的人 用这个时间不走么别的 用这个时间念佛 把这杂念提掉 那为什么呢 因为印光大师说了 自然清静 久而久之您就没杂念了 这多好 如果你不这样杂念起来 用另外一组杂念来琢磨这个杂念 来来来来指责 来批评 来后悔 最后杂念会越来越多 杂上加杂 杂念加杂念 加杂念加杂念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学会使用念佛 是学会使用念佛的方法 学会使用佛号 来把它替换下来 那么我们读过了凡四讯 了凡四讯上说呀 我们改正过错 有三种改正过错的方法 第一个呢 叫从事上改 第二个呢 叫从礼上改 第三个呢 叫做从心上改 那么这个事上改呢 就是说 我如果说 我爱发脾气 那我就 我就想了 我以后不发脾气 这发脾气是一件事 发脾气的情况出现了 我压制自己 以后不发 那么这个师傅在讲的时候说呢 这个呢 是没有从根本上改 只是从事向上 说我以后不这样了 那以后这个根还在 以后还会在别的地方起现行 那么再一个改的方法呢 比较殊胜的呢 就是这个 比这个从事上改 要殊胜的就是从礼上改 就是琢磨呀 对吧 这为什么我会发脾气呢 那为什么我不应该发脾气呢 可能是 有这个 今天出现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顺心的人 出现了不顺心的事情 可能是过去生当中啊 跟别人结的怨 可能呢 今天这个恶果 一定过去有恶因 没有因就没有果 因呢 是自己种的 果报呢 当自受 那这就是从礼上改 这就是从礼上改 琢磨半天 把理想听住了 把事情压住了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 根本就不琢磨那个理 那理也是妄念 啊 理也是妄念 是只不过是善念而已 啊 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把心给他换下来 啊 不把这心 在琢磨这些妄念 在琢磨这些这个恶念 啊 也不琢磨理 也不 也不琢磨善 也不琢磨恶 啊 直接一句阿弥陀佛 敬念 啊 你恶念是然的 善念也是然的 啊 恶善都不善 啊 用敬念 啊 敬念相继 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这就今天我们老常说的 叫元修 啊 用敬的阿弥陀佛 把一切的念头 替换下来 最圆满 最稳妥 最直接 最快速 一步成佛 对不对 你要是说 呃 讲善的理论 讲英国的理论 啊 讲这个 琢磨很多礼 啊 这都不是佛 这都不是佛 啊 只有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是阿弥陀佛的金刚不坏种 啊 只有这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以后会起现形 你就直接到了佛国度 直接成佛了 那你为什么 不种阿弥陀佛 这颗种子 让它起现形 你为什么要种其他 那不是佛的种子呢 啊 对吧 所以呢 呃 我们 要知道这个 这里边的道理 啊 所以我们要从心上改 啊 不给妄念 甭管善还是恶 以时间 不给他机会 啊 不让他做我的主 不让他充满于我的心中 我只让阿弥陀佛充满 啊 我只给阿弥陀佛 这个四个字留地方 啊 那么 就说了啊 我们 呃 那个 就讲 当杂念 出起时 如一人与外人敌 什么一种状态 一个人跟一万个敌人在打 那你不小心是可不行的 因为你不小心 你可能就被敌人杀死了 啊 所以这个非常紧急千军一发之计啊 易光大师在文朝当中也经常说 这这个千军一发啊 这个一人跟一万个人打 啊 你可别想了我是一个人跟一个人单打独斗 不是啊 是一个人跟一万个人打 不可稍有宽众之心 啊 千万千万要提及警觉 我们真能抱着这样一种没有宽众之心 啊 提起格外全富精神来念佛 妄念一定能被我们战胜 啊 我们一定要打念佛的胜仗 啊 一定要用念佛这个 这个这个力量 把敌人这个杂念 消灭掉 要试着取得胜利 你一旦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把妄念制服住 降服住 取得了战意上的胜利 你那种喜悦 是不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如果你经常能有这种喜悦 经常能用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把杂念替换下来 啊 战胜杂念 那你对这个名号的信心就有了 啊 就和你吃安眠药就能睡觉一样 最后你对安眠药就有信心了 啊 那么我们要经常用这个药 啊 用阿弥陀佛这副药来战胜敌人 啊 你不用他 你不知道他的力量 你对他没有信心 啊 你对他没有这种这种恭敬心 啊 你一定要用他战胜妄念 啊 用进废退 你用了他 他才会进 啊 他的力量就会越用越大 啊 越用越强 啊 你不用他 名号 名号功德 就没有力量 这个名号就没有力量 因为你不曾使用过他 你没用他来战胜过妄念 啊 你不相信他 啊 啊 否则比作我主 你要不是 呃 有那种一人与外人敌 啊 如果你有了宽重之心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妄念你作我的主 我受鼻害 我就受他的损害了 若拼命抵抗 啊 若如果拼命抵抗 啊 比当随我所转 那么 比就指望你 他就会随着我来转 随着你什么转 随着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来转 啊 若拼命抵抗 比当随我所转 啊 这个 这个我们念佛有没有 找不 找没找到这种感觉 啊 拼命抵抗 啊 就玩命啊 是吧 有你就没我呀 不共戴天呀 啊 有一分钟的妄念 我就得念一分钟的佛 我一直要用这佛号 把这妄念念没为止 啊 我不能稍有宽重之心 我绝不能把你给放了 你到哪 我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得跟到哪 啊 你无论以什么样的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 这个妄念 啊 无论是撑啊 还是贪啊 还是吃啊 我就用这句名号 来给你拼命抵抗 比当随我所转 他 就会随我 转变过来 转什么呢 把杂念 把妄念 把不善的念头 转成菩提的念头 转成觉悟的念头 啊 即所谓 转烦恼为菩提 这就是我们所通常说的 转烦恼为菩提 咱们 学到这儿 就应该明白了 我们通常 挂在嘴边上的 转烦恼为菩提 转烦恼为菩提 什么叫转烦恼为菩提 就是转阿弥陀佛 就是把杂念 啊 用阿弥陀佛的这个念头 换了 啊 当杂念起时 提起全副精神 来念佛 这就是转烦恼为菩提 那否则的话 烦恼妄念有了 你拿什么去转呢 你怎么就把妄念 给转成了菩提了呢 啊 就是要用阿弥陀佛 啊 所以我们 这个耳熟能详啊 啊 转烦恼为菩提 啊 学了这么多年 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真正做到了没有 什么叫做到了 转烦恼为菩提 就是要用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把我们的杂念 妄念 啊 给他换下来 啊 用阿弥陀佛 给他换下来 用阿弥陀佛来 做他的主 啊 我们不能被妄念做主 我们要用阿弥陀佛来做我们的主 啊 他老人家接着说 汝能 常以如来 汝就是你啊 能够 汝能 常以 长时间的 坚持不懈的 以就是用 用如来 万得鸿鸣 极力抵抗 啊 你要真的能够用 如来 万得鸿鸣 极力抵抗 久而久之 心自清净 啊 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心清净 啊 我们都希望 我们有一颗清净的心 因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心净则佛土净 啊 这个 这个心净 就跟阿弥陀佛能感应 啊 就能起感应造交 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清净心呢 这清净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啊 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清净心是怎么来的 当杂念起时 拼命用万字 用如来万得鸿鸣 极力抵抗得来的 用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万得鸿鸣 极力抵抗妄念得到的 就这个方法 你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是净土的方法 没有了 啊 那么 如来万得鸿鸣 极力抵抗 极力 极是智的意思 到头的意思 用尽了的意思 极力抵抗 我们我们对照应光大师 这段开始 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 我们首先 一般的情况 是不用六字鸿鸣 或者四字鸿鸣来抵抗 更谈不上极力抵抗 我们念佛泛泛然悠悠然 没有提起全副精神 更谈不到格外 你看 应光大师在这段开始当中 用了很多极端的词 第一全副 第二格外 第三拼命 第四极力 这不是闹着玩的 老人家说话是非常留余地的 我们看他的文抄 他用词是非常讲究的 一般来讲是比较含蓄的 就在这段开始当中 我们看到老人家 把所有的词 用到了极致 我们要对照 这四个字 格外全副 格外全副 极力 拼命 这个字 我们要真做到的这四个字 这四个词 我们久而久之 心自清静 久而久之 心自清静 我们心不清静 就说明我们念佛 没有做到这四个词 你不拼命 你没有全副精神 你没有格外 你也没有拼命 你也没有抵抗 所以你的心就不清静 为什么呢 妄念老做你的主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做不了你的主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 有些人 有些朋友 包括我在内都认为 念佛 就是应该一天规定个时间 比如说 早晨八点半 像我 到了办公室 到中午吃饭十二点 十二点半 这四个小时念佛 除此之外呢 就不念佛了 或者我们呢 放假的时候呢 打个佛期念佛 这个 佛期一结束 就该怎么着怎么着 就把佛号扔在一边 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就不用佛号了 其实这是错误的 真正用这个 如来万德鸿鸣 极力抵抗 不是在念佛堂 不是在打佛期的时候 才是念佛的时候 那叫演习 那叫操练 那不是真正念佛的时候 真正念佛的时候 就是什么时候呢 当杂念起时 当杂念起来的时候 才是真正念佛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了 杂念起时 杂念的种子变成现形 爆掉了 就别往里边再种杂念 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这个好种子种进去 那么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心自清净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前一段 给大家曾经 我们在一起 共同学习过 印光大师的十念法 就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样念佛 如何念佛 那今天呢 我们学了这一段 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十念法 应该怎么念 我们在技术上学会了 做到三个清清楚楚 这个心里念的清清楚楚 口里念的清清楚楚 那么耳朵听的清清楚楚 那做到了三个清清楚 这三个清清楚 是告诉我们 怎么念佛 那什么时候念 用英文讲话 这个怎么念佛 就是how 如何念 用十念法来念 什么时候念呢 when 什么时候念呢 当杂念起时 杂念起时 我念佛 应该怎么念呢 这个 格外提起 全府精神念佛 不许他在我心里作怪 果能如此常念 则异地自然清静 当杂念初起时 如一人与外人敌 不可稍有宽重之心 否则 彼作我主 我受彼害矣 若拼命抵抗 彼当随我所转 即所谓转烦恼 为菩提也 如能 常以如来万德鸿鸣 极力抵抗 久而久之 心自清静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呢 在念佛的时候 一定要听 映光老和尔这句话 我们要把这句话 记住 换句话说 就是要跟杂念纠缠 我在生活当中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有些时候 你看到年底了 销售情况不好 公司的资金运转不良 现金流不多 生烦恼的事情很多了 大家都有体会 这个时候呢 或者是跟别人闹了不愉快 或者是等等吧 这种 这个时候 就是 你要产生一种喜悦心 烦恼出来了 烦恼就得转他为菩提 烦恼不出 我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 他可以变成菩提 所以烦恼出来了 怀着一种喜悦 和心 和心心向荣的一种心情 赶快念阿弥陀佛 这正是我念佛的时候 正是锻炼我名号力量的时候 烦恼出来 烦恼越强 我的佛号的力量就越强 烦恼越不好战胜 我就越要用阿弥陀佛来战胜他 十分钟战胜不了 我就用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占用不了 我就用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不行 我就两个小时 我最长的时候 好像用了四个小时 把这个妄念克服掉 心平静了 确确确实实平静 就是用阿弥陀佛 这四个小时是拉锯的 一会儿妄念起来生气 一会儿用佛号压住 一会儿妄念又起来 然后又用佛号压住 就长期处在这种拉锯的状态 一会儿他强 一会儿我强 一会儿他强 一会儿我强 我们自然能够体会到这种过程 实际上这个过程 是一个 这就是所谓修行的过程 转烦恼为菩提的过程 就是修行的过程 那么我们肯定每天 都有很多烦恼 所以我们肯定 每天都有很多的机会 在念佛 所以烦恼多不怕 烦恼多正是念佛的时间多 烦恼多正是佛号多的时候 那么你能这么想 能这么做 确确实实就是活在当下 就是把烦恼变成了菩提 这是最聪明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这是从心上改 我们不从事上改 我们也不从理上改 我们从心上改 我直接就把这颗心 换成了这个 换成阿弥陀佛 所以呢 我们这个 印王大师在文朝当中说 为圣 网念做狂 圣人 网念 网就是没有 不能 网念 念就念善 圣人不念善 你就做成狂人了 你就变成狂人 狂人就是凡夫 为狂 克念做圣 狂人 凡夫 这个武力十恶之人 克念 能够念善 你就做圣人了 就在一念间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心里的每一念都是阿弥陀佛 那你每一念 你都 你就是阿弥陀佛 每一念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 就应该这个就是按照印王大师说的 烦恼出现的时候 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来给他替换下来 而不是说什么事没有了 也没什么杂念了 也不想什么事了 晚上这个该处理完的问题都处理完了 是不是 这个今天也没有什么贪 也没有什么称 这个时候清净了 我念念佛 不是这样的 是在境界当中念佛 是在有杂念的时候念佛 是在不觉悟的时候念佛 是在起贪嗔痴的时候 用佛号来压住他 你千万别 什么杂念也没有了 快睡觉前来这二十分钟 我念念佛吧 我睡觉了 这个佛号没有劲 这个佛号没用 对 那么就像阴光大师在文朝当中说 这如同什么呢 杂念起的时候 不把杂念消灭掉 就是说 然后呢 等没杂念的时候再念佛 这相当于什么呢 先引毒药再引解药 你干脆就别引那毒药了 直接上来就喝解药不就完了吗 杂念出现了 你不管它就等于在喝毒药 等杂念过去了 你没事了 你再念点阿弥陀佛 再吃点解药 那何必呢 我根本就不吃毒药 我需要解药吗 我上来就是阿弥陀佛 不把它种回去 那么 阴光大师接着说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久而久之心自清净 那心清净以 你注意哈 我们刚开始是 心清净以 仍旧念不放松 则业障消而智慧开矣 切不可生极造心 这句话念到这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通过用这个如来万德鸿鸣极力抵抗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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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砸念 妄念 然后呢 慢慢慢慢心就会清净了 清净以后怎么办呢 就是清净以后 心清净已 已经清净了 已经清净了 仍旧念不放松 什么念 阿弥陀佛这个念 还不能放松 不能说我现在心里清净了 我就不念了 不能这样 一定要坚持下去 有杂念念阿弥陀佛 没杂念 也得念阿弥陀佛 心不清净用阿弥陀佛 心清净了 还得用阿弥陀佛 则业障消而智慧开矣 这个时候业障消掉了 智慧就开开了 切不可生极造心 看来 叶弗辈先生 在给这个 呃 印光大师 写这封信的时候呢 肯定是有 极造的这种情绪 阿 他说你千万 切不可生极造心 你就千万不能着急 阿 如果忘念为什么这么多呀 阿 念了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不见进步啊 阿 等等等等 这种极造的心情 阿 是千万不能有的 阿 一定要 呃 让烦恼出来 阿 让烦恼出来 把他换成万子鸿鸣 万德鸿鸣 来加以抵抗 阿 把烦恼转成菩提 阿 烦恼出的越多 阿 把他转成的菩提的机会就越多 阿 是这样的 所以呢 呃 这是 印光大师关于 呃 如何念佛 什么时候念佛 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念佛 啊 呃 这一段开始 是吧 那么 我呢 呃 这后边这一段话呢 就是我们呃 平常非常熟悉的了 哈 七十个字 我们在这儿呢 呃 呃 呃 就 就 就不再学习了 啊 我们就停到这儿 啊 那么我再给大家念一遍 这个 印光大师呢 呃 赴叶 赴辈辈的 这本 这本书 啊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在六道中 无业不造 若无心修行 反不觉得 由此种 稀奇古怪之恶念 若发心修行 则此种念头 更加多些 此系 真妄相形而显 非从前无有 但不显而 此时 当想阿弥陀佛 在我面前 不敢有一杂念 妄想 至诚恳切 念佛圣号 或小声念 或默念 必须字字句句 心里念得清清楚楚 口里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如能 如 如能 能如此常念 则一切杂念 自然消灭已 当杂念起时 格外提起 全副精神念佛 不许它在我心里作怪 果能如此常念 则异地自然清净 当杂念初起时 如一人与万人敌 不可稍有宽重之心 否则 彼作我主 我受彼害矣 若拼命抵抗 彼当随我所转 即所谓 即所谓 转烦恼为菩提也 如能 常以如来 万德鸿鸣 极力抵抗 久而久之 心自清净 心清净已 仍旧念不放松 则业障消 而智慧开矣 切不可生 极造心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继续看呢 印光大师的第二段 关于如何念佛 对之习气的 这个 这段开示 这段开示呢 这个是老人家呢 赴徐彦儒亦如书 徐彦儒亦如居士 的一封回信 那么 初心念佛 未到亲政三昧之时 谁能无有妄念 就是 刚开始念佛的时候 没有 我们没有做到 亲政三昧之时 念佛三昧的时候 没有达到这个时候 谁能无有妄念呢 就说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妄念 很正常 你不可能没有妄念 到了三昧了 你说 你没有妄念了 没政三昧之前 谁能无有妄念 所贵心常绝兆 就是最重要的 贵就是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心常绝兆 你心里啊 要时常提起警觉 就是不是时常 永远提起绝兆 观照自己的妄念 不随妄转 不能随着妄念转 妄念一出现 就要警觉起来 就要警觉起来 自己的妄念出现了 不能随着妄念转 欲如两军对垒 他比喻啊 就如同两军对垒 就两个军在打仗 对垒 在打仗 必须坚守己之城郭 我必须得坚守我自己的城池 古代的时候都是打仗 一个攻城的 一个守城的 这个两军对垒 一个攻城 一个守城 我们就相当于守城的 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清净心 不能被妄念打破 不能被妄念进攻 占领我们这个城池 城池叫城郭 必须坚守己之城郭 我们自己的这个城郭 我们的是什么城郭呢 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城郭 就是我们清净心的这个城郭 就是不能有染污的城郭 这城郭就相当于我们的心 必须坚守己之城郭 不令贼兵稍有侵犯 不令就不让 不让贼兵啊 就敌人啊 稍有侵犯 哪怕侵犯一点点都不行 一点都不能让他侵犯 不令贼兵稍有侵犯 那么后骑贼一发作 我们等着 后是等后的意思 后骑呢 就是敌人 就是那个 是代词 后骑贼 后骑贼一发作 我们等待着那个敌人 那个贼兵 他一发作 就是这个贼就相当于妄念 他一产生 一发作出来的时候 就在军队打仗的时候 就相当于贼兵要攻城了 我们等着他攻城的时候 他一旦发作 即迎敌去打 即就是立刻 救 这个意思 即迎敌去打 就马上迎上去 去打击他 去消灭他 即迎敌去打 这个急呢 表示一个时间的概念 立刻 不能不能等 要抓紧时间 马上 立刻的意思 我们可以查查这个字典 这个 就是马上的意思 后骑贼一发作 即迎敌去打 必使正觉之兵 一定要使我们的正觉之兵 这正觉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这个决念 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到那做佛做祖 我们要乘愿再来 我们要十方化度 一切众生 十方视线 度一切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正觉 一定使我们的正觉之兵 干嘛呢 四面和尾 东西南北四个面包住敌人 就根本就不能让他跑了 把他驱赶了还不行 你说我这三面包围住了 让敌人从另外一个地方跑了 不行 四面和尾 必使正觉之兵 四面和尾 必比上天无路 必 这第一个必 就是使 使的意思 必比 就是 那个比呢 就是他 使 那些敌人 上天无路 四面和为了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四面和为了 就从东南西北出不去了 这是四面 上天你也不能有路 入地你也不能有门 你看这种决心 六面都给你封住 一定要把你消灭掉 不留残渣 不留余念 不留余地 不令贼兵 这个 必比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就彻底啊 这决心相当大 这个 一点 宽重之心都不能有 一点余地都不留 我们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状态呢 我们还是 随着妄念 做我们的主 跟妄念交朋友 不提起警觉 不彻底消灭他 甚至还是放纵他 宽戴他 这都是不对的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了 必使正觉之兵 四面和为 必比上天 必比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彼自 巨祸灭种 他们呢 自然 巨祸 就是巨祸 就是害怕 害怕得到什么呢 害怕得到被灭了 被杀死 灭种嘛 就被杀死了 他们就害怕 因为我们这种精神状态 我们这种 这个势在必得 一定要战胜妄念的这种精神 使他就自己害怕了 使妄念就害怕什么呢 害怕被杀死 被灭了 被消灭掉 那么 急相帅归降矣 那么他们就投强了 就是 这英国大师在这里边 指两军对垒 两军打仗 来来形容 我们的正觉之兵 跟妄念之间的关系 那么 你有一种态度 势在必得 一定要取得胜利 四面和为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一定要战胜他 不战胜势不罢休 是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妄念呢 他就害怕被你消灭掉 他就不敢跟你再打了 不敢跟你再打怎么办呢 一个接着一个 一群跟着一群 相帅归相矣 一个一个的就 向你投降了 归降了 来到你的身边 投降你 不再跟你打了 就这个 这阴光大师 这段开示 先讲了个例子 怎么念佛呢 就要这种状态念佛 就和敌人打仗一样 敌人 我不战胜你 你就得战胜我 我不杀了你 你就得杀死我 不是与死就是网魄 不共戴天 不可同日而语 不共戴天 咱俩有你没我 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是军队作战的状态 军队作战 可跟咱们吃饭 应酬 朋友交谈 可不是这样一种状态 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是这样一种状态 其最要一拙 其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棋 一个方法 最重要的一招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在主帅不婚不堕 婚就是糊涂 这是很勤快 但是他糊涂 你看他这个不婚不堕呀 指的是两种状态 婚呢就是睡着了 睡着了这屋里头 有谁进来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一般说 觉有两种觉 一种呢是醒来觉 觉知呢 这个屋里头 所有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种觉 还有一种觉呢 我虽然醒了 但是我糊涂 我不知道谁是敌人 谁是贼 谁是亲人 这是另外一种觉 所以一种叫觉知 一种叫觉悟 那么不婚不堕 就是这两种 婚 就是说你睡着了 不睡着 我醒过来了 我清醒 不堕我不懒 我一定有 有敌人 我就不放过 不婚 我能分得清 谁是敌人 谁不是敌人 我清楚 有些人清楚 他不一定干呢 你像我们这些 学佛的这些同修 肯定知道 什么是烦恼 那这点 他不会婚 那但是关键 他堕 他不干 他遇到了烦恼 他不用佛号来替代 不四面何为 不让他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没有一种 势在必得的 这种勤奋精神 和坚持不懈的 这种精神 他懒惰 他依旧而旧 他随波逐流 他不努力 他不玩命 这就堕了 所以 英光大师这两个字 这四个字 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不婚 不堕 不婚呢 就是说他清楚 他知道什么是妄念 他知道什么是不善 就是我们经常听老法师讲经 听大经节 我们不婚 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理论 西方极乐去的方法 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 我们这个是不婚的 不是稀里糊涂的 同时呢 我们也不堕 我们特别勤奋的对质习气 一刻不放松 叫在主帅不婚不堕 有些主帅啊 他不婚 新兴就清醒 这个新兴就是清醒的意思 常识新兴而已 一定要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状态 若一昏舵 如果一旦昏舵 又昏又舵了 两个有一个 不但不能灭贼 你不但灭不了贼 反为贼灭 你反而被贼给消灭了 那换句话说 你一旦昏舵 没有提起佛号 你正觉之兵 没有坚守几支成锅 没有四面合为敌人 那么你就灭不了贼 该四面合为你舵了 你懒你不合为 你虽然知道敌人来了 或者换句话说 敌人都已经来了 你昏你不知道 你尽管很勤快 但是你不知道那是敌人 那么这个若一昏舵 不但不能灭贼 反为贼灭 你就被贼给灭了 你就被妄念做了主了 妄念就控制你了 那你这颗心 永远就是凡复的夜时心 你忘记了 当夜时心出现的时候 正是我们变成如来造妙心的时候 你用六字万德鸿鸣 把这个妄念换掉 久而久之转众生夜时心 成为如来造妙心 这个大好的机会 就坐视良机了 反为贼灭 所以念佛之人 不知摄心 欲念欲生妄想 欲生妄想 所以念佛的人呢 如果不知道摄心念佛 则越念越生妄想 若能摄心 则妄念 当渐渐轻微 这里边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摄心 如果说你不知道摄心念佛 就是散心念佛 那么散心念佛 就是悠悠然泛泛然 没有都摄六根 叫散心念佛 你念佛的时候 从嘴皮上滑过 英光大师说 什么叫散心念佛 就是没有都摄六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嘴无心 是散乱心念佛 没有摄心 那么摄心之法 怎么摄心呢 就是要用摄耳地听 下手之处 都摄六根的下手之处 就从都摄耳根开始 就是要用耳朵听 耳朵一听 你心就摄住了 那么 那么你要摄 你要摄住心 若能摄心念佛 则妄念当渐渐轻微 妄念慢慢慢慢就越来越轻了 至于 以至于无耳 就是耳是语气词 就是能到了什么程度呢 慢慢就没有亡念了 摄心念佛 那么摄心呢 大家经常问 我怎么才能摄住心呢 那么摄住心 就是要用摄耳地听 都摄六根之处 下手之处在于摄耳地听 所以呢 印光大师呢 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能不摄心念佛 而如何摄心念佛 他老人家说了 摄心的下手之处 就在于摄耳地听 都摄六根的下手之处 在于摄耳地听 那么我们在 印光老和尚呢 下手之处在摄耳地听 同时再扩展成三根 那么我们就是 心里念得清清楚楚 嘴里念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 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什么 字字句句都要清清楚楚 我们有这么样一种 负责任的态度 这样一种认真的态度 念佛吗 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字字清楚 这一句清楚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在念佛的时候 想着我在念佛 心里要念得清清楚楚 阿弥陀佛 我在念佛 同时呢 嘴要念得清清楚楚 该给多少时间 就给多少时间 要做到字正腔缘 要做到每一个字都饱满 每一个字都正 每一个字都认真 不要马虎 不要吞音 不要图快 不要含糊 阿弥陀佛 就是要这样 非常清楚 耳朵听了没有 嘴念得清楚 耳朵是不是每个字都听了 真听进去了吗 你是在听你自己念的佛号吗 你还是说念得挺清楚 心里也没想佛 耳朵也没听佛 也没听自己的佛号 很多很多的同修都是这种状态 你说他嘴没念吗 真有声 只做到了嘴念 心里头没想佛 耳朵也没听佛号 那根本就没进去啊 没听进去 没有听见 心里没有想佛 如来是法界深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故乳心想佛时 乳心即是 三十二相八十中好 你不想佛 你能成佛吗 所以念佛的这四个字 鸿鸣的时候 就是要心里想佛 心想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你心想佛的时候 就是要用你这颗心 就是在用你这颗心做佛 心想佛就是我们第六根 叫义根 叫义念 眼耳鼻舌身义嘛 就在用义根来做佛 所以千万千万要注意 做到三个清清楚楚 现在很多同修呢 不用耳朵 懒 没养成习惯 觉得这样累 觉得这样好像什么都干不了了 就全身贯注在听 你不信你听听试试 一旦用耳朵听佛号 你确确实实什么也想不了 那很多同修他不习惯 他从来没有过过都社六根的日子 他就没有生活在这种状态下 但是诸位同修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种生活 除了念佛之外 没有别的了 念佛成佛 真正成了佛了 你才能够十方 一念之间便往十方 上求下话 唯为众生而做利益 不为听受美妙因此 你只有那样 你才能够度众生 你才能过佛菩萨的生活 那我除了念佛以外 我什么也不想了 我到了西方 我什么都不干了 无念而念 念而无念 到了西方 你没有念头 正是因为你没有念头 你才能跟十方众生起感应道交 正是因为这镜子里什么图像都没有 所以它才能现万象 来者不拒 去者不留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这镜子是有 但是镜子上全是别的像 西湖的像吧 黄山的像吧 泰山的像吧 把这镜子给染污了 所以你这个镜子是泰山的照片 黄山的照片来 它就印不上去了 那我们什么叫修行 就是要把镜子擦拭干净 每天擦 实时擦 用什么擦 用阿弥陀佛给它擦干净 擦干净了 这个镜子高台镯树 树的放在台子上 胡来胡县 汉来汉县 外国人来了 他能照外国人 汉族人来了 他能照汉族人 所以你才有根本制 所以你才能有后德制 那正是因为有这个根本 后德二制 你才能够度化众生 否则的话 你知道众生有什么的苦 有什么样的难呢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做到 我们现在开始 就要过这种都舍六根的日子 不让自己的心散持 散乱 奔驰于外场 奔驰于外境 要舍住它 所以很多同学 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说是 都舍用耳朵听 是 什么都不想了 觉得好像特闷的 觉得特别寂寞 觉得特别枯燥 觉得好像没劲 因为他 无始节来 从来就没有过过 这么清静的日子 他很不习惯 他觉得很沉闷 甚至还困 还打瞌睡 还想睡觉 所以呢 他习惯于那种散乱 那种不设心的日子 突然一过这种日子 他往往不太习惯 这个一定要克服掉 要改变生活态度 念佛是一种生活 是一种都舍六根的生活 是一种佛菩萨的生活 你今天不都舍六根 就说明你不想过佛菩萨的生活 你今天只有在这个娑婆世界 尝试意念佛 用都舍六根的方法来设心念佛 你到西方的时候 你才能熟悉人家的生活 你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中风 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气 他们那地方人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他们每天在干什么 无外乎念佛而已 就是念佛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赶得 娑婆世界这么苦 赶得六道轮回这么恶 没别的 就是没有设心念佛 今天我们知道净土法门 我们想设心念佛了 结果不习惯 不习惯也要习惯 久而久之心自清静 所以我们都是在嘴上说 我希望清静心 我希望菩提心 我希望去西方 我们都说转烦恼为菩提 心静则佛土静 但是就到我们该静的时候 他静不下来了 印光大师告诉我们怎么静心的方法 他不用 就是要舍耳地听 各位同修 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前一段 一直在大力的宣传 印光大师的十年法 舍此十年之法 欲生兮莫游 你想去西方 根本就不可能 万难万难 老人家都是用这种词汇 把两个万难落在一起 跟我们说 就是希望我们警觉 你不用舍耳地听这个方法 你不用实念技术这个方法 你想修清静心 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万难万难 我们有机会 我们还要再继续学习 印光大师的十年法 要反复的讲 反复的说 下手都舍六根 下手之处在于舍耳地听 就在舍耳地听 就这么简单 用自己的耳头 听自己的声音 虽然你 他说 印光大师说 那么念出声音的时候 是有声音 念出声音的时候 有声音 有声音呢 用耳头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声音呢 因为你心念佛的时候 有心声 用自己耳头 听自己的心声 一定要用学会这种方法 印光大师不是 是我们第十三代业主 是老人家 这个文抄当中 就是无数次的提出这个方法 我们千万千万 不要疏忽了他 印光大师说 既获见闻 当勤修习 既然你获就碰到了 获得了 见和闻 看到这个开示 听说这个开示 当勤修习 应当勤勤快快的 这个不要放松的 休息这种方法 所以 这段开示最后结束的时候 老人家是这么说的 顾云 所以说 他就写了这首诗 老人家文笔非常非常好 这首诗也写得很美 学道犹如守进城 学习道 学西方之道 学佛教 学佛修道 犹如守进城 就如同守进城 守着你的城郭 禁止敌人进来 这是你的城之 咒防六贼夜星星 咒就是白天 白天你干嘛 防着六贼 六贼就六尘境界 色生香味触法 咒防六贼 这个叫六尘嘛 尘就是染污嘛 也是贼 咒防六尘 咒防六贼 白天的时候 要防止六贼 晚上呢 夜呢 星星 晚上你也不能够昏尘 也要清醒 星星就是清醒的意思 将军主帅能行令 将军主帅 就是讲你的菩提心 你的觉悟 你的正觉之兵 将军主帅 能行令 就是你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将军主帅 能行令 能发布命令 能够知道哪是不婚不剁 这个据阿弥陀佛 他不婚不剁 该用的时候 绝对用起来 这个一定清清楚楚 这个将军主帅能行令 不动干戈定太平 根本就不需要打仗 你要真能做到 咒防六贼夜星星 将军主帅能行令 不动干戈定太平 不需要流血 不需要打仗 自然而然 异地就清净 久当自得耳 时间一长了 你就得到你的心 得到那清净心了 就是 学道犹如首尽城 咒防六贼夜星星 就是我们寅光大师经常说的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就是这个 咒防六贼夜星星 将军主帅能行令 不动干戈定太平 干戈就是武器 不需要动用武器 就能把太平的 这个太平的这个社会 太平的这种时局给维持住 那么在这就比喻我们 就是说 能用这句六字鸿鸣 能够把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太平的盛世 展现出来 太平的这里边 指的就是清净心 指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们这一句佛号当中 就得到了 就说明什么呢 稳妥 简单 你不动干戈 你动了干戈 有流血 有牺牲 弄得挺累 这个你死我活 这不需要这样 在不知不觉当中 在不欺然而然 没有希望 没有什么 这个指望的时候 慢慢在自然而然当中 就获得了 不欺然而然 这是老人家的第二段开始 我再给大家念一遍 初心念佛 未到亲政三昧之时 谁能无有妄念 所以有妄念很正常 大家不必责怪自己 以其责怪自己 倒不如用阿弥陀佛把妄念换了 谁能无有妄念 所贵心肠绝招 不随妄转 欲如两军对垒 必须坚守几只成锅 不令贼兵稍有侵犯 后其贼一发作 即迎敌去打 必使正觉之兵四面合围 必比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彼自巨祸灭种 即相帅归降矣 其最要一拙 在主帅不昏不堕 常识惺惺而已 若以昏舵不但不能灭贼 反为贼灭 所以念佛之人不知设心 欲念欲生妄想 你不知道设心念佛 你就越念越生妄想 若能设心 则妄念当渐渐轻微 以至于无耳 就没有了 顾云学道犹如首尽城 咒防六贼夜星星 将军主帅能行令 不动干戈定太平 这是老人家给徐燕如 易如的信 这一段呢 也是在文朝的第三部分修持 文朝精华录的第三部分 试修持方法里边选上的 下面呢 我们在利用剩下的时间呢 在学习英皇大师呢 这个文朝精华录里边 第三段开示 这段开示呢 也是在第三部分呢 试修持方法里边找到的 那么这封回信呢 还是他老人家给徐燕如 易如的信 同样跟第二封是一个人 所言俗物纠缠 无法摆脱者 正当纠缠之时 但能不随所转 则既纠缠便是摆脱 我们先读到这 那么 这个段开示呢 是我自己呢 最得受用的一段开示 就说 我们每个人 特别是在家的居士 那么 都有很多俗物纠缠在我们 比如说公司啦 家庭啦 孩子啦 爸爸妈妈啦 等等等等 社会上很多的 这个职务啊 很多的这个工作呀 就是所谓俗物纠缠 所言俗物纠缠 他这个可能是徐燕如易如居士啊 给他写信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有很多俗物纠缠 我无法摆脱 应该怎么办 就是应该是怎么对待这些俗物的纠缠 这段开示呢 对我们当今的很多居士啊 也针对性很强 非常的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也有很多俗物纠缠 好像也无法摆脱 那应该怎么对待他呢 就像今天我们的净空师傅上人说 到底是把所有的俗物都去掉 都去掉 然后呢 就一心念佛 什么事都不干了 师父说这不是原修 当时我听到这 我还不太明白 什么叫原修呢 极相离相 你看他这个俗物就是相啊 一件一件的事情啊 有事情就有相啊 极相离相 就在相当中不着相 你不是说把相都去掉了 你离相 那不叫原修 原修原正原德 这个这三个原 就是说要在极相离相当中 才能得到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说 把俗物纠缠全给去掉 那实际上我们还是在世上修 那我不能干这个 我也不能干那个 我只能念佛 还在世上打转转 没有从心上转 还是了凡思讯上中说的 从世上改 没有从心上改 所以我们在这段开始 英光大师就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修行 应该怎么处理好念佛 修行与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之间的关系 他老人家主要是讲的这一点 他说所言俗物纠缠 无法摆脱者 那怎么办呢 那请老人家开示 他老人家这么说的 正当纠缠之时 正当他纠缠你的时候 但能不随所转 则即纠缠便是摆脱 这段话说的 什么叫摆脱 什么叫泄脱呀 说我们说佛有三德 一个是法身德 般若德和泄脱德 这个泄脱 就是摆脱的意思 我们怎么摆脱 就在纠缠的时候 你能不被他转 就是摆脱 要不然你把这纠缠给去掉了 你摆脱什么呀 你泄脱什么呀 你泄脱得有对象 泄脱是动词 泄脱烦恼 泄脱纠缠 你烦恼和纠缠都不见不着 都看不见 你敌人都没有 你打的是谁呀 能战胜的敌人没有 被战胜的敌人没有 能战胜的我从哪找啊 对吧 所以这怎么跟纠缠 怎么去掉纠缠呢 大家每个人都有很多纠缠 怎么去掉 他说正当纠缠的时候 但能不随所转 你只要做到 不被这个纠缠所转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 你别被他 别被这个纠缠 给转成什么了呢 转成贪真痴 你变成了起心动念 变成了自私自利 变成了贪嗔痴慢 变成了五欲六臣 变成了明文利养 你就等于被他转了 俗悟就产生了这些作用 你被他转了以后 就转成烦恼了 转成障碍了 你只要能够不对他所转 则既纠缠便是摆脱 那么这个时候的纠缠 就是摆脱了 举个例子 你 你喝醉了酒 你在一个房间里头 一个喝醉了酒的人 看这个房间是转的 你只要能看见房间不转 你是不是就是看到了真正的房子 就这意思 纠缠 但能不随所转 你别随这个转动的房子 你别把它当真 在这个转动房子这个项当中 离开转动这个项 极项离项 那么这个 纠缠 这个转的房子 在纠缠你的时候 你就摆脱了它 你就不被它所转 你就不跟着转的房子 产生转的错误的概念 你就不被这个转的房子 所迷惑 如果你不把这个 如果你不在 不把这个转的房子 你把这转的房子去掉了 因为转的 你喝醉了酒以后 发现转的这个房子 是由那个不转的房子 被你看成转的房子 所以你把转的房子抛弃掉 你走出这个 你喝醉酒以后 看到的这个转的房子 你也就走出了那个 被看成转的房子 那个不转的房子 你就找不到 那个不转的房子 你有一个不转的房子 你喝醉了酒 你进到这个房子以后 你看到这个房子是转的 你看到这个房子是转的 这叫纠缠 那么你摆脱这个纠缠 你离开这个纠缠 对不起 你离开这个转的房子 你也就离开了那个 你也就离开了那个 不转的房子 所以你把烦恼和菩提 一块丢掉了 问题所贵之处 最重要的是 既纠缠之时 不被所转 你在这个当下 这个转的这个向子当中 转的这个房子当中 你能离开这个转向 你就见到了 那个不转的房子 你就看到了菩提 就是我们说 但能不随所转 你别随这个转的房子转 急纠缠便是摆脱 急转的房子 就是那个不转的房子 这就是当向离向 当着转向离开转向 你把那个转向去掉了 那个不转的向 你也就丢掉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他说 所言俗物纠缠 无法摆脱者 正当纠缠之时 正当你有纠缠的时候 但能不随所转 正是你不被他转的时候 你说我 我能不能不被烦恼转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在烦恼当中 我有觉悟 我不被烦恼左右我 那么 那你必须得找到烦恼 你才能知道 你到底 被不被烦恼转 你说我能不能 打败敌人 那必须得找个敌人 来打败 你才知道 你能不能打败他 如果你把敌人丢了 你也就不知道 你能不能战胜这个烦恼 所以呢 纠缠是好事 纠缠你不被他所转 你就摆脱了 如果你把 你把纠缠去掉 也就无所谓摆脱 你摆脱的是什么呢 你的菩提在哪里呢 全在烦恼当中 你的摆脱是什么呢 全在纠缠当中 所以 纠缠是好事 我们碰到了纠缠 我们碰到了 这个烦恼 我们碰到了俗悟 在缠绕着我们的时候 正是我们修行的时候 正是我们的欲净逢源 而不为所转的时候 正是锻炼我们清净心的时候 正是当相离相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说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就是这个道理 英光大师下面举例子 如镜照相 就像镜子照相一样 来者不聚 相来不聚 相去不留 那个镜子放在桌子上 相来了 他不聚 谁来我就照谁 相去不留 不被这个相纠缠 那镜子从来不被相纠缠 你说漂亮的姑娘来了 她也是这么照 言吃自比 言就是漂亮 吃就是难看 那是她的事 跟镜子一点关系没有 就是如镜照相 相来不聚 相去不留 这就是摆脱 从来没有说把相给去掉了 叫摆脱 你来了 我不拒绝 你走了 我不留念 我不执着你 这就是摆脱 从来没有说把相去掉 别让这镜子照相 我们看镜子是怎么摆脱 你就不知道她怎么摆脱了 你之所以能看到镜子摆脱 就是因为有相来的时候 她不聚 有相去的时候 来的时候不聚 去的时候不留 你知道镜子在摆脱这个相 它跟这相确确实实没有关系 它不受相的影响 若不知此意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意思 纵令摒除俗 即使你禀除去掉 禀就是防止 去掉 即使你除掉所有的俗 日常生活当中的起居 工作 学习 生活 你即使全部去掉 一无事事 你什么事都不干 仍然结散望心 你的心仍然是散望的 仍然是散望的 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还是很纠缠 还是不能洒脱的 就是这个镜子 你不磨它不亮 上面有很多灰尘 尽管你的镜子 好像没有照相 我没有向来 我也没有向去 但是你镜子是脏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纵令摒除俗 我们举个例子 镜子放在那 它是脏的 纵令 摒除俗 即使我们不把相放在镜子前面 一无事事 这镜子根本没发挥作用 没有照东西 一无事事 仍然结散望心 什么意思 你这个镜子还是脏的 你没有擦拭干净 那么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你千万不要认为 你没有了事了 没有了俗物了 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生活 不需要学习了 不需要处人 带式接物了 你心就清静了 你千万别想 千万别想 因为你不可能 你心清静不清静 看你生活在什么地方 你生活在娑婆世界 你心不可能清静 要不然你要心清静 你不会来到这 你来到这 就是带着业障来的 你今天把你所有的速度去掉了 你认为你心就清静了吗 不可能 那你心要真要清静的这种程度 真说没有了俗物 就清静了 那你当下就在西方了 你就不会生活在这 你今天之所以还在这 你还有俗物要摒除 你还有俗物要去掉 你还有事情要摆脱 想去掉 就说明你还没有去掉 就说明你的业障还没有消掉 你还是凡夫 大家这个道理能明白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俗物去掉了 我就成佛了 没有 心清静了才成佛 俗物去掉了 不能成佛 你肯定你的识还是叶识心 你的习记肯定还在 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学道之人 就是学佛的人 修行的人 必须素位而行 就是我们说的敦伦进份 素位守住你自己的本分 而行在做事情 你是妈妈 你就当好妈妈 是老板就当好老板 这叫素位而行 敦伦进份 进己之份 素位而行 进己之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素位而行 这个位和这个分 就是我们说的俗物 就是我们说的纠缠 必须素位而行 你该干什么 干什么 你说我为了去西方 我为了修清静心 我这个什么位 我这儿子位我不素了 我不坚守自己这个岗位 我是这个 我是爸爸 我也不管了 我也不当这个爸爸了 不素位而行了 也不进己之份 儿子不进儿子的份 这个老板不进老板的份 员工不进员工的份 那么 这不 这不叫摆脱纠缠 这不叫摆脱俗 这不叫摆脱纠缠 必须素位而行 尽己之分 如是则中日俗物纠缠 如果要这样的话 中日从早到晚都是俗物纠缠 中日逍遥无外 中日逍遥无外 非常自在 在物外 不被他转 心里不留印象 中日逍遥无外 所谓一心无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心无助 万境俱先 你离开了境 你也就找不到了心 一心在哪里 一心都在万境当中 你把万境去掉了 心也就没有了 你哪找一心无助 这种状态呢 你怎么能够修成 一心无助的状态呢 心静易如 心就是静 静就是心 心外无静 静外无心 你看到所有的静 就是你这颗心 你把你的静去掉了 你的心也就没了 心都没有了 你修什么呢 所以一心无助 万境俱先 你的心只要不执着 只要不着相 万境俱先 那么你看到的 所有的环境 在心外的这些环境 全都是没用的 全都是不起作用的 一心无助 万境俱先 六臣不恶 六臣没有什么不好 六臣没有什么好坏 六臣实际上 是我们心变现的 我们说 我们知道 我们有六十 六十的相分 就是我们的六臣境界 其实它就是 我们的心变现的 那么你一心无助 你不着这个静 你这个六十熄灭了 转时成智了 那么六臣也就没有了 六臣也就没有了 环同正觉 那么这个六臣 没有的时候 那么是什么实状态呢 你觉悟了 你真能把静看破 此之未也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一首记子 一心无助 万境俱先 为什么会有万境出现 为什么会有六臣出现 这都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都是因为你起心动念产生的 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灭则种种法灭 这个起心论里边 说过这两句话 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灭则种种法灭 我们说这个心 就是讲的夜时心 那为什么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灭则种种法灭呢 我们如来藏 如来藏心 就相当于水 就相当于水 这个水呢 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它的本性 我们叫做第一异性 这个第一异性呢 就讲了水的湿性 通常我们说真如 就讲我们心的真如性 就是水的湿性 但是呢 这个水呢 的湿性 就相当于我们心的真如性 那如来藏呢 叫真如如来藏 如来藏的性 是真如性 但是如来藏啊 它相当于水 它除了这个湿性 是它的本质的性以外 如来藏还有一个动性 就相当于水 它能动一样 水它尽管 它的本性是湿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 水能动 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个意思 水有两个性 它的第一异性 是湿性 第二性 水能动 那你你动它 它就随着你动的这个 这个圆 它也在动起来 你把它放着 净了 那水也就净了 它随它随动圆 随不动圆 水从来就没有不随圆的时候 你要动 我一定动 你不动我就净 我们的如来藏心呢 亦复如是 也是这样的 它的性是真如 但是呢 它有动的这个性 那你有无名风吹 就相当于这风吹到了水上 那水就起了波浪 那有无名在我们如来藏里边 那么这无名风吹动了如来藏 这盆新水 我们如来藏就起了波浪 如来藏起了波浪 这个时候 我们管如来藏就叫第八识 叫阿雷耶识 为什么呢 它有前七识叠加在这个如来藏上面 形成了八识 第八识上面叠加了前七 这个时候 这种叠加在一起 前七是生灭 我们如来藏是不生灭 你看水一停 无名风一停 波浪就熄掉了 波浪熄掉了 水体并不灭 这如来藏还在 所以如来藏是不生灭 而前七呢 是生灭 这个不生灭与生灭合合 我们称之为阿雷耶识 那么当无名风一停的时候 前七识就没了 前七识一旦平息下来 我们就看到了如来藏 这时候 这时候的如来藏 就等于出了烦恼 我们叫做法身 它埋伏在烦恼当中的时候 它叫如来藏 正得法身的时候 当它无名破掉了以后 这个时候 如来就从如来藏里出来 我们称之为法身 所以如来藏呢 我们如来藏心 我们这颗心 是如来藏心 再加上无名风一吹 产生了前七识 产生了前七识以后呢 这前七识跟如来藏 种子识 这时候我们称为如来藏 为第八 第七和第八加在一起 互为因果 前七呢收集种子 存在了第八 第八呢 产生了种子 让第七通过前七 又给它展现出来 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互为因果 互为能寻所寻 就是这样 我们就产生了大千世界 产生了万境 就是我们说万境和六尘 那么一心呢 一心就是真心了 就是无名破了 妄想执着分别无名 全破了 这时候你就变成一心 这一心无名风一没有 那是不是我们说的波浪就没了 前七识就没了 前七识没有了 你说是不是万境俱贤呢 这万境也就不存在了 六尘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呢 这个环同正觉 这个时候 你就同正觉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 这个时候你正觉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首记子呢 很浅显 读起来呢 每个字都清楚 但是里边的这个道理是很深的 现在问题是这样 就说我们的如来藏心 它有真如性 但是呢 这个真如性 它随着风 随着无名风吹 产生了波浪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个 当水被风吹动以后 产生了波动 水的湿性变没变 水的湿性没变 你多大的风 多大的浪 水的湿性不变 但是不变的湿性 随着波动这个源 不变它随缘 尽管随缘产生了波 随缘 但是它不变 它还是湿的 那么我们如来藏 这盆新水 随着无名的风 产生了 我们刚才说的 万镜啊 六尘啊 种种心索啊 白法啊 这个五蕴呢 都是它产生的 它不变的真如性 随缘 随着无名的缘 产生了万法 这个万法 是随缘 但是它不变 虽然产生了万法 但是万法都是真如 所以不变的真如 随着烦恼的缘 产生了万法 而烦恼的缘 产生的万法 它随缘 但是它不变 它还是真如 就这个道理 所以你呢 一心无助 就在万法当中 立刻就看到 这个万法 它就是真如 如果我们把万法 扔掉了 我们去寻找真如 不可能有另外的真如 就相当于 我们把这个 喝醉酒以后 转的房间去掉了 你也就看不到 那不转的房间 因为那个转的房间 是被 是由这个 不转的房间 变现的 所有的万法 都是被这个真如变现的 你把万法去掉了 真如也就没有了 那偶义大师呢 曾经有个比喻 大冻时 天气特别冷 你把冰给去掉了 你也就找不到水了 那我们今天 在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相当于 我们在冬天 冻冰的时候 是吧 那你说 你把这所有的冰去掉了 你还能找到水吗 你还能找到觉悟的佛吗 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冰呢 就相当于众生 水呢 就相当于佛 那么众生也好 佛也好 冰也好 水也好 冰和水 能改变水的失性吗 改变不了 你说你冰 你就不失吗 冰一样失 水失 冰也是 这就是真如 那么你说你佛 你众生 是吧 你能改变你的真如性吗 改变不了 但是相上可差太大了 受用上可差太大了 那佛的受用和佛的相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不止啊 这是随俗说 随我们这个世界说 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其实无量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无量无边 这是佛的受用 而我们今天呢 是什么相呢 三细相加六粗相 夜细苦相 我们这个八苦聚集 都是一个真如性 我们今天凡夫所享受的是 八苦 三苦 重苦聚集 这个永远不能泄脱 而佛菩萨所过的生活是什么呢 是这种法身德 剥弱德 和泄脱德 自在啊 所以我们其实跟佛差什么呢 什么都不差 就差这个绝和不绝 那冰和水差什么 什么都不差 就差这温度 只要上了零度以后 这个冰就变成了水 一恢复了水以后 那水上的所有受用 就是从冰产生的 那冰变成了水以后 水的这些作用 是从外边来的吗 是温度给的吗 还是谁 不是 是冰本来就具备的 那不从外来 不从修德呀 不是你修来的这个德行 也不是外边人给你 你水的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一心无助 我们今天能有万境这个概念 我们之所以受六臣的缠绕 没别的 没有当相离相 我们不是一心 我们不是一心是什么心呢 我们本来是一心 那我们不是一心是一心 是什么心呢 这个一心当中有无明的种子 这个无明的种子 起了现行就形成了风 我们比喻成风 这个如 这个一心呢 就相当于水 这个风呢 吹动了水就产生了七十 产生了波浪 所以呢 出现了万境 出现了六臣 万境六臣是假的 它就是不变 它随缘 但是它不变 尽管随缘产生了万法 万法不变 就是一个真如 你知道这儿 你就知道 其实万法是空的 万法是空的 不能当真 不能着相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 能看到新的真如性呢 换句话说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把如来藏 正出来 变成法身呢 马明菩萨在起信论当中说 能观妄念无相 则为正德如来智慧 如果你能观妄念无相 就是观妄念 就是极相 无相离相 若能观妄念无相 则为正德如来智慧 观就是修 如果你能修妄念 而没有相 不是抛去妄念 找那个无相 没有 能够在妄念当中 看到妄念无相 你就正德如来智慧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不能离开万境 不能离开六尘 来别找 来寻找另外的真如 离色心二法 没有真如可找 换句话说 在色心二法之外 没有独立的凝然的真如 来变成色心二法 色心是因为你有妄念 你把真如变成了色 变成了心 如果你放下妄念 赤个色这个心 当下就是真如 所以叫一心二门 心 一个心 它有真如性 有生灭性 当你迷了 这颗心就是生灭心 当你觉悟了 这个心就是真如心 所以我们去西方 就是要恢复 这一心的真如性 从生灭门 踏入真如门 但是踏而无踏 无踏而踏 你千万不要认为 你生灭心之外 还另外有一颗真如心 在等着你 你这颗心就是真如心 你触波之时 就是触了水 你摸到了波 就是摸到了水 你千万不要想在波之外 还有另外的水 没有了 所以说 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我们为什么要把理搞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我们之所以今天有妄念 就是因为有无名风 吹动了我们本来 很好的如来藏心 产生了七十的波浪 最后形成了八十这个妄心 才产生了我们今天 所有的杂念和烦恼 才产生了六道轮回 那我们今天没有别的 反弥归真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用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 找到一心 从生灭 正得真如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今天 时间到了 先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